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,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民间故事。 今天的故事是,男子买菜时,他送了阿婆猪肉,阿婆却说要小心你的妻子。 临朝时期,有位叫阿明的男子早年家到中落,父母早早地离开了人世,因为没钱后葬父母, 阿明决定给人做上门女婿,要求只有一个,厚葬他的父母。 一对卖豆腐的夫妇看上了阿明,这对夫妇姓刘,只有一个女儿,已经二十岁了,还没有成亲,他们舍不得女儿嫁到别人家去。 而且,他们开的豆腐店生意很好,不想这个做豆腐的秘诀传给外人,找个上门女婿是两全其美的事。 阿明也是个知道感温的人,自从上门后,很多店里面的体力活,他都抢着干,刘氏夫妇看阿明勤快老实,也很习惯他,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。 阿明和刘氏夫妇的女儿采菊成亲后,两人相处一段时间,感情越来越好,没多久,采菊就怀孕了。 可惜采菊生产的时候,因为摊位不正难产,虽然孩子平安地生下来了,但是采菊因为产后大出血,还是离开了。 采菊的突然离世,阿明开始实在是接受不了,但是想到年迈的岳父岳母,和刚出生嗷嗷待哺的孩子,阿明还是强打起精神来,这个家还需要他来撑着。 出于满采菊的丧事后,王氏夫妇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,打击实在太大,他们也没有经历再打理豆腐店的生意了,就把做豆腐的秘方告诉了阿明,他们就负责把外孙女带好,算是有个精神寄托。 阿明开始接手豆腐店后,有了秘方,自身学习能力也比较强,生意不但没有变差,反而越来越好,生意做得那是风生水起,日子也越过越好。 正因为如此,阿明的岳父岳母却并不开心,因为他们怕阿明会把他们赶出去,毕竟阿明只是个上门的女婿,而且女儿采菊也离他们而去了,阿明再取那是迟早的事。 用阿明岳母的话说就是,阿明虽然看着为人还不错,对他们也算有孝心,但是人心隔肚皮,谁知道人什么时候会垫了。 本来,王氏夫妇已经把店里的所有事都交给阿明全权负责了,但是因为开始对阿明有了戒备心,于是渐渐地又开始把店里的账务拿回在自己手中。 阿明知道岳父岳母的心思,为了能让他们放心,他也没说什么。 阿明每天都要和买豆腐的人接触,其中难免有些女熟客,话说多了,有些风言风语就来了。 阿明的岳父在外面听说,阿明和一名常来光顾生意的女子走得很近,连问都没问,就不分青红照白的。 把阿明骂了一顿,我女儿为了给你生孩子,把自己命都丢了,这才多久了,你就这么等不及了。 阿明觉得自己很无辜,他和岳父解释道,爹,你不要相信那些有心之人说的话, 那个女子只是喜欢吃我们这里的豆腐,所以才经常过来买。 人家是客人,来光顾我们的生意,我总不能摆着一张臭脸,跪人家吧。 而且我的为人你还不相信吗? 岳父半信半疑,毕竟空雪不来风,阿明知道岳父虽然表面上相信了,但是对他还是有所顾忌的。 阿明觉得自己很美趣,但是他也无能为力,他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,把豆腐店的生意打理好。 直到有一天,阿明的岳母得了一种怪病,短短几日就已经卧床不起,就连城里的中医都束手无策。 有个别郎中,看到阿明很焦急,就好心地告诉他,办法不是没有,只不过很危险,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。 阿明听到说有办法,赶紧问道,什么办法,只要我能做到的,我一定去做。 郎中说,你往城南方向一直走,走到一座悬崖尽头,悬崖边上住着一只千年狐狸,据说狐狸的血可解百毒。 只要狐狸提出来的要求,你能做到的话,就可以得到他的血,你去试试看吧。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小伙子,你没必要去冒这个血,又不是你亲娘。 阿明没说话,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出发。 走了大半天的山路,阿明终于到达了悬崖边,他很紧张,说不害怕是假的。 但是一想到已经昏迷在床上的岳母,阿明还是给自己壮了壮胆子,在悬崖边来回转了几圈,终于找到了狐狸的洞口,也见到了传说中的千年狐狸。 还没等阿明说话,狐狸就先开口了,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,你只要从这个悬崖上跳下去,我就给你一点我的血。 阿明没有任何犹豫,转身就从悬崖边上跳下去,他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,没想到跳下去之后,自己竟然会毫放无伤。 狐狐狐狸也信守承诺给了他一点血,在阿明临走前,狐狸还说道,你是个好人,会有好报的。 阿明回到家后,把狐狸的血给岳母喝了下去,她的病很快就好了。 王氏夫妇知道是阿明冒着生命危险去取得药后,对阿明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,毕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个份上。 认识他们的人都说,你没有阿明这样的女婿,真的应该感到心内。 阿明的岳父岳母,也知道他们错怪了阿明,之前不应该这样怀疑她,还主动向她道了歉,一家人又像以前那样和和睦睦了。 阿明的豆腐店生意是越来越红火,自然有人眼红了,总想从中作梗。 承北有一个叫李源外的,突然有一天找上门来,说想把自己家的女儿嫁给阿明。 这个李源外的女儿,叫李方,今年十九了,说是有一天去阿明那买豆腐,看上阿明了,而且很喜欢吃阿明做的豆腐,也不嫌弃阿明有一个女儿。 于是就叫李源外去和阿明说说,毕竟是这么大的事,阿明也不敢自己做主,就回家和岳父岳母说了。 岳父岳母考虑到阿明还这么年轻,总是要再娶个妻子一起过的,而且豆腐店也需要有人和阿明一起帮忙。 就和阿明说,这是不急,你先了解了解一下李方这个人的为人怎么样,如果勤劳善良的话,只要你喜欢,我们没意见。 阿明听从岳父岳母的意见,毕竟婚姻大事,还是谨慎点好,所以也没有立刻答应李源外,只说这段时间很忙,还没打算考虑这个问题。 自从阿明每晚地拒绝了李源外之后,李源外的女儿李方就经常来阿明的店里帮忙,每天都过来帮阿明招揽生意,把店里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 而且,对王氏夫妇也孝顺得很,知道两个老人家身体不好,每天忙完店里的活,都会去家里陪他们聊聊天,对阿明的女儿也很好,经常买玩具够她玩。 时间长了,无论是阿明还是王氏夫妇对李方都很满意,夸她聪明能干,对老人小孩都很好。 于是他们主动上门向李源外提亲,本以为之前拒绝过李源外,李源外会为难他们,谁知道李源外很痛快地答应了,很快就选了个日子,先让他们定亲。 定亲后,李方一如既往地和以前一样忙着店里的活,因为阿明每天天不亮,就要起床磨豆腐,李方心疼她,所以叫阿明把做豆腐的秘方告诉她,这样她也可以帮阿明减轻点负担,不用每天都这么累。 但是,阿明考虑到秘方是岳父岳母的心血,所以一直都没有告诉李方,这让李方有点怨言,我都已经嫁给你了,你是还信不够我吗? 我也是不想你这么累啊。 阿明想了想,觉得都是一家人了,是没必要这样防着她,于是说道,我改日找个时间,和爹娘说下,毕竟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。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,那我就把秘方给你。 李方听后,高兴地说道,好,他们肯定会同意的。 说完,严比闪过一丝算计成功的喜悦。 第二天,阿明上街去买菜,在一个卖猪肉的摊位上,看到一个阿婆在旁边哭,卖猪肉的老板一脸不耐烦地说道,要哭去旁边哭去,别影响我做生意,没钱,还想买肉吃。 阿明看,阿婆有点可怜,就上前问道,阿婆,发生什么事了? 阿婆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诉阿明了,原来阿婆的孙子生病了。 儿子儿媳妇又因为意外去世了,只留下他一个老太婆带着孙子,家里的钱都用来给孙子看病去了。 现在,孙子很想吃猪肉,又没有多余的钱,阿婆只能来问问猪肉摊的老板,能不能给他奢点,等他有钱了再还给他。 但是猪肉摊的老板不但不肯,还把阿婆给嘲笑了一顿。 阿明看阿婆生活这么艰难,于是自己出钱给阿婆买了猪肉,还塞给阿婆一点银子,让他把孙子的病给看好。 阿婆,这肉你就拿回去给你孙子补补身体,另外这点银子拿回去,把孩子的病看好,别拖延重了。 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,可以去前面那条街的豆腐店找我,我叫阿明。 阿婆很感谢阿明的慷慨相助,边卖腰边说道,太谢谢你了,你真是个好人,我一个老婆子没有什么能回报你的。 但是,我要告诉你一件事,你要小心你未婚妻呀,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 阿婆突然说道,阿婆,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? 阿明着急地愣道,我也只是意外听到的,他们妇女俩可正在打你那豆腐店的主意呢,好像说把什么秘方拿到手,就能让你干不下去之类的话。 具体是什么,我年纪大了,耳朵也听不太清楚,总之,你不能掉以轻心。 阿婆语重心长地说,好,阿婆,我知道了。 有了阿婆的提醒后,阿明仔细想了想比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,忽然想起比方每次回娘家,总是不愿意让她跟着一起回去,用豆腐店需要人看着没油,总是自己一个人回去。 一般来说,嫁出去的女人,不都希望丈夫能跟着一起回娘家,让别人知道自己过得很幸福的吗? 阿明越想越不对劲,决定等李方下次回去的时候跟踪她。 没过几天,李方又说要回娘家了,阿明像往常一样问道,我和你一起回去吧。 李方笑着拒绝道,不用了,店里声音要紧,我自己回去就行了,那你路上小心点。 阿明假装关心地说道,好,等李方出门后,阿明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她,等她进去后,她翻墙爬了进去,真的让她听到了他们的目的。 原来李方之前也是开豆腐店的,但是因为做的不好吃,钱亏了不少,知道阿明做的豆腐是有秘方的,一直想把这个秘方拿到手。 而这个李方也根本不是李源外的女儿,而是李源外在外面找来和她一起骗逆方的。 李方本来是在外面靠坑蒙拐骗混饭吃的人,有一次竟然骗到李源外身上去了,被识破后,一直求李源外放过她,李源外答应放过她,但是有条件,事成之后,还会给她一笔钱。 都说有钱能试鬼推磨,李方看在钱的份上,当然是满口答应了。 阿明回到家后没多久,李方也回来了,一回来就问阿明,你那个秘方什么时候才告诉我呀,都这么久了。 阿明马上爽快地说道,我把秘方放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,我带你去拿吧。 好啊,快走吧。 李方没有想到,阿明这次竟然会答应把秘方给她,一点都没有怀疑地跟着她走了。 阿明带着李方来到一棵大树下,从里面挖出一个小盒子说,秘方就在里面,你自己拿吧。 李方高兴地打开盒子,却发现里面是空的,脸色顿时就变了,你耍我。 阿明也不甘示弱地说道,到底是谁耍谁,你演了那么久的戏,不累吗? 听阿明这样说,李方也知道事情败露了,也露出了她的真面目,既然你都知道了,我也没有什么好装的了。 不过你以为你今天不交出秘方,你走得掉吗? 出来吧。 李方刚说完,阿明就看见李源外带着几个人冲出来,把她围了起来,乖乖把秘方交出来,不然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里。 李源外一脸即将得逞地说道,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? 阿明一说完,就看见一群官兵围了上来,原来阿明在回家之前就去报官了,给他们来了个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的游戏。 而李源外和李方他们看到官兵就耸了,马上跪地求饶,官兵把他们全部都带回去了,等待他们的僵士严厉的惩罚。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,做豆腐根本就没有秘方,王氏夫妇交给阿明的秘方,是做豆腐不能偷工减料,要料足,做生意也要讲究诚信,不能缺金少两。 就像做人一样,要诚实善良,有良心,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,而为着良心做事。 正是因为阿明一直谨记这些话,所以豆腐店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。 后来,阿明认识了一位朴实漂亮的姑娘,两人成亲后,把阿明和采菊的女儿,当成自己亲生的看待,对待王氏夫妇也如亲生父母一样,他们生活得很幸福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感谢您耐心的收听,如果您感兴趣,请您点点赞,关个注,谢谢,也希望各位在收听收看故事的同时,帮忙给博主评论和转发,谢谢,我们下期再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